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需要缘分 在世间寻寻秘密 怎么会遇到她 是否在冥冥之中 因缘天已注定 不仅众生迷惑 连学佛人也一样迷惑 然而为什么在结婚之后 有的甜蜜幸福 有的不是冤家不巨头 有的却能依信仰 共修过一生呢 本文便来探讨这些问题 提供童秀参考 至于如何经营爱情 如何化解彼此纷争 如何共修 又能圆满一生 又能修行有成 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这些有待大家共同讨论 提供心得 以及善知识的指导 本文一次讨论爱情的本质 再讨论夫妻关系的类型 并将各类型特征加以说明 最后是有关居士学佛面对姻缘时 建议的态度 二 爱情本质上是愿力和业力的结合 世间自古多少人歌颂爱情 赞叹爱情 更希望爱情能使有情人终成眷属 浪漫凄美的爱情故事 赚取多少人的热泪 如中国梁山博与祝英台 西方罗密欧与祝丽叶 多得不胜美举 但是佛教以什么观点来解释呢 以佛教的观点 爱情本质上是愿力和业力的结合 所谓愿力 是主动积极的力量 源自内心的意愿 所谓业力是被动不自主的力量 也是源自内心 但却是不愿 两者力量会促使爱情的发生 当然世间角度 会有各种理由 如温柔体贴 美丽大方 善解人意 家境负义等 就愿力来说 如一对夫妻感情本来很恩爱 更希望来生虚为夫妻 故在佛前发愿 希望来生再为夫妻 甚至生生世世都为夫妻 永不分离 这种愿力 将来时机成熟后 就会发生不管人变成什么模样 或者今生相爱之身 因战乱或家庭反对 以致今生无缘的男女情人 两人相互约定 希望下辈子再来成为夫妻 因为彼此都惦记这个约定 故在轮回中两人再次相遇 会有似曾相识的熟悉感 甚至很快便决定共度一生 另外一种情况 因受到对方的恩惠 无以回报 如生病被救活 或者帮忙偿还债务 或者救回爹娘至亲 故愿意来生做牛做马回报 所以因为感恩报恩的心愿 来生可能成为妻子时候 心甘情愿 毫无怨言 这种怨力经过多生多世之后 人会发生 就业力来说 如一个人欠下巨债 无以偿还 虽然今生至死都没有还清债务 有些人还故意拒还 然后就有一股力量 在未来是发生作用 如果是成为夫妻的情况 先生太太便有一种无奈 为何太太先生老是折磨她呢 她一点办法也没有 只有痛苦往都吞 承受这样压力 两个就成了怨偶 又如果在过去生本来为夫妻 先生曾遗弃太太如令结新欢 或跟遗弃 或出家隐居造成太太的怨队 于是业力的牵引下 今生她便可能遭另一半的遗弃 或者被折磨 引了速战 这种业力 不管天涯海角 时空转变 不管变成什么样子 还是会发生 由于怨力和业力的相互作用 加上两个的习性家庭 教育观念等不同 并且还和其他人的牵扯 交错复杂 因此男女之间便产生不同的形式 也构成大千世界男男女女之间的爱情了 接下来讨论夫妻关系的类型 并提供我个人的观点 一共参考 三 夫妻关系的类型 夫妻关系的类型促分为五类 一 亲密型 两人相处虽有不同原因 但都非常亲密 不予分离 不予分离 二 愿我型 两人相处 或者冷淡 或者争吵 或者压迫伤害 甚至杀害对方 三 鸟巢型 两人关系简单但不稳定 随时可能分离 四 平顺型 两人关系除了感情 通常还有其他因素的保障 如事业家族 生活背景等 所以还算平顺 五 共修行 两人关系除了感情 还有宗教 修行上的原因 一 亲密型 一 男欢女爱型 男女双方深陷情欲 并多重于淫欲 双方认为要表现爱情 唯有肉体亲密的接触 现代人对爱情观念 越来越开放 只要我喜欢 有何不可以的情况下 一 发生以淫欲为基础的爱情 二 相近如冰行 彼此态度稳重 也比较和谐 由于双方个性成熟稳重 能为对方考量 不以自己为中心 所以相处时较少争执 这是以成熟为基础的爱情 三田四交七行 彼此的甜蜜如交四期 但是在个性上较依赖 也欠缺独立 感情是互相依赖 这是以互相依赖为基础的爱情 四如妇如女行 男女年龄有较大的差距 男叫年长 可靠稳重 女叫年轻 依赖撒娇 相处有如妇女相威相依 如五 六十岁的先生和二 三十岁的太太 其相处也颇为愉快 这是以照顾为基础的爱情 无比一双飞行 因个性和理想相同 彼此也能相互配合 有如比一双飞 向之相惜 同为理想目标而努力 虽有挫折 但能彼此同心协力 所以这是以理想为基础的爱情 又欣欣相惜行 男女双方可能同样落魄 或有志不能斩其财 或都是出身贫穷 所以彼此互相体谅 欣欣相惜 彼此携手 共同努力 这是以互相体谅为基础的爱情 七情深四海行 彼此曾是多年的朋友 但有助深情 经过岁月的历练 彼此互相珍惜这份情意 于是有情深害而进入爱情 在有深厚的友情基础上 这份爱情能耐得起岁月的考验 亲密型的爱情 一般来自过去 曾结的善缘 无论是过去生或今生 留有好的感觉 不管是恩情 爱情 亲情 友情 在彼此的一时或前一时 留有好的记忆 从这个角度而言 知识学佛 仍应善待 爱对方 为对方付出 关心对方 留下好的印象 不管今生或来世 至少相处或再见面时 对方也能回报善待 互相都以好的态度相处 这也是善的循环 不用羡慕他人的爱情 这一切只是个好梦 二儿怨偶行 一仇深四海行 彼此中间有极大的仇恨 在双方互动中 不满仇恨 深入慢慢产生 直到仇人相见 风外眼红 有如结了十几辈子的仇恨 或许在过去生中真的是仇人也说不定 印象深刻 因为某些业力在今生将两位结为夫妻 但是甜蜜已过 过去的怨愁便一一自前一时浮现出来 二儿讨债行 一方极度耗用另一方的福报 一点也不觉得可惜 常见先生努力工作 但太太却搭笔挥霍 或是太太节俭 但先生赌得倾家荡产 或者太太对先生照顾无微不尽 确认凭贤富在家的先生如骂灵略 也不敢吭声 或许在过去生同样的景象一再 但角色互换 如今时空一变 欠得总该还回来 三讨命行 一方谋害另一方 但无极大冤仇 可能只是为了小事而已 便措手将对方置于死地 夫妻之间或许有可能累积了许多委屈和怨恨 但一般还不至于杀父或杀妻 但如果过去生有杀害对方不一定是夫妻 也有可能是猫狗的动物的因果 今生成为夫妻 很有可能便会发生讨命的情况 在有意无意之间 果报便发生 如果曾经杀害对方 就算天涯海角 也还是会痛命 果报是跑不掉的 四争吵型常为小问题 大吵特吵 吵得不可开交 或许观点不一致 或许习惯不同 或许本身爱争吵 甚至有人视争吵为运动 反正三天一小吵 五天一大吵以四空见惯 打开社会版新闻 例子处处可见 因争吵而殴打 脱流酸 离家 跳河跳楼 这也是现代社会的问题 如果有争吵 必须以慈悲对待对方 争吵的气氛才会降低 如果是争吵为理所当然 将会破坏生命的和谐怒火三丈 人的情绪状态也难保平静 五一气形 一方不管另一方的死活而一气对方 如先生一气气而远走他方 或者男性有心欢而一气就爱 这种一气的行为 会造成另一方深深记恨 这种恨意 将在未来的时空中 会产生暴富的行为 尤其是所谓暴富的行为 尤其是所谓的一气 一气他人的一方 本身将会留下亏欠的记忆 对于被暴富 无形中也是为命该如此 也只能无奈 如果一气气女 出家修行 因终止了夫妻本有的姻缘 即使今生修行有成 但还是必须再轮回 必须再结婚 以了前缘 等溯源全了 才能不再轮回 这是因果不媚之理 又相近如兵行 双方态度冰冷 已不再为对方着想 可能身处同意乌言 但貌不合 神意里 根本是各过各的生活 也不互相过问关心 通常也是因为彼此缘分或说善缘快进了 所以没有任何感觉 名存实亡 剩下的只是婚姻契约的名分而已 如果此时各有各的对象 表示救援已了 开始认一段姻缘 即使不离婚 就姻缘等于已结束 其不服输型双方比较学历高低 赚钱多寡 家事归贱 地位高下 能力强弱 彼此互不服输在修行上 还是护鬼境界和神通 好胜心的作用下 生活如战争 为了面子一点都不服输 有些天天界的天人 也有这种习性 故转入人间时 各方面表现也不错 但就是不服输沿袭了以前的习性 八脾气古怪型 一方脾气古怪 难以相处 另一方只好人气吞声 亦如先生个性孤僻 分世嫉俗 自比不是出的英雄 但好高误远 终究于事无成 身为太太只有无奈无言 或者太太深信算命风 通常脾气古怪的一方 都不自知自己脾气古怪 反而自以为是 指责别人的不是 探究原因 一方面是欠缺慈悲心 另一方面是吃业所造成的 欠缺慈悲心 所以不能善待对方 因为吃业 所以自以为是 脾气古怪而不自知 酒离家行 先生或太太常想离家 以挣脱家庭的束缚 或许没有外衣 没有理想 但是家庭的压力甚大 束缚甚多 以没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压力和束缚 所以常离家 流连在外 或许到朋友家 或许喝闷酒 或许留在公司加班 借口不回家 这也是没有勇气承担责任的一种类型 实虐待形 以残酷狠毒的手段迫害另一方 如动粗都打鞭打 关在密室等 这种虐待对被虐止而言 身心都是一种煎熬 这种痛苦将深刻记录于一时和前一时 在未来总有机会报仇 也要把对方折磨得死去活来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把这股怨气出了才算一个了结 这种残酷对方的心态 会造成几重的恶眼 在八十心田极易造成地狱种子 这种夫妻的爱情 亦可称为地狱的爱情 世间怨偶很多 以上只是大致列举 这些原因造成双方痛苦无奈 怨恨欣喜 又无力解决 最后诉诸法律 请求离婚 同时双方结下了缘 在未来生中 事情可能重演 但角色互换 终生变在生生死死的轮回中 一再演出这种无奈的悲剧 这就是跟德寻海 无奈的悲剧 是否有终止的一天呢 很多人以为学佛 或者对入空门 便可以摆脱这个轮回的梦魇 这种说法表面没错 但是就算是在高明的修行者 也要偿还过去结下恶元的宿债 这是法界因果定律 在法界内无人可免 在消极方面是忏悔 在积极方面则是诚心求佛菩萨 协助弟子面对不是佛菩萨全部代还 很多学佛者会错意 还会怪罪佛菩萨不互念加持 详细情形因人而异 还要请教善知识如法解决才是 人生数十载 何必结个缘呢 如果能以最积极的态度 来善待对方 慈悲对方 忍辱对方 即使再大的个缘 终有化解的一天 进而转为结善缘 千万物再自以为是 还要对方服侍 种下个缘还不自知 将来只好收个果了 或许这此话由此未言耸听 但法界自有因果定律 也不是你我可以随意否定 三鸟巢型 鸟巢的意思为 简单但不稳定的关系 有如鸟巢 两人关系只是暂时的 或关系淡薄 随时有分离的可能 这表示两人虽然有缘 但终究不踏实 缘也不深 一同命冤央行 双方都没成就 又没社会地位 受社会忽略 生存于阴暗的一角 同病相连 而且朝不惜宝 例如逃难的夫妻或偷渡客 可能都不知道明日会如何 自古以来 战争之后 很多夫妻便沦于这种命运 二露水鸳鸯行 因缘不深 有如露水鸳鸯 今日有缘相会 但明日又各本东西 这种情缘 大部分源于南方在过去生 从对女方有救命之恩 故今生米方被南方发生爱情 并有一宿之源 不知不觉中 引了此救命之恩 以往所谓救命之恩 以佛教因果来看 会有各种方式来偿还 此救命之恩 而且必定要偿还 但以情感方式最多 三人生过客行 有些夫妻结婚没多久 或者因为罹患绝症 或者突然生病 或者意外事故 极高命中 家属当然悲痛 更有甚者 习是当天变丧事如车会意外 或许他们彼此有些溯源 但缘分又短 来人间一遭 有如人生过客 似非正事形 非正事即是无正事的婚姻关系 在现代社会称为外义 这种关系在现今社会并无保障 所以迟早也会结束 为什么除了正事还会有着这种关系呢 或许是因为贪欲 或许在过去生他们双方是夫妻 在轮回之后 今生再遇 所以遇了溯源 只是现在的太太无法忍受 甚至大动干预 在多生多世的轮回 我们个人在各道都可能结了太多次缘 人就是与太多人牵扯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纠纷 五老夫少妻或老妻少夫行 年长的一方生命所剩无多 于是财产便遗留给年轻的一方 或许彼此相爱并不深 或许年轻的一方只是基于另一方的财产 大部分还是功利取向的考虑 因为是利益考量 而非感情因素 所以双方缘分并不深 又一国情怀行虽为夫妻 但常年分居两地 相聚时间少之又少 譬如先生为了事业被公司调派海外分公司 太太在此又有事业走不开 两人聚少离多 因为分居两地 彼此虽然有情 但仍属于缘分不深 因仍有力量使其分居两地 妻借父生子行 彼此其实没有感情 只是留下与母亲或父亲缘分较深的孩子 在古代为了延续香火 有时采用借父生子 现代社会则有金子银行 有了小孩之后 彼此关系变告结束 基于某种目的而有关系的男女 因为不是一位情缘 所以将来也会有某种目的的共同果报 也就是他们的工业 把萍水相逢行 因某些姻缘而相聚在一起 如一起旅游 或共同出任务 在相聚时 彼此有感情 为了供养然灯佛 与麦花女子结下五金花的姻缘 麦花女子希望修行童子未成正果前 能成为修行童子之妻 修成正果后 能被修行童子所度化 最后修行童子也答应麦花女子的要求 有关鸟巢型的类型应不在少数 这种缘近人散 在现代社会还真多 或许以平常性看待 也就不足为怪了 对于学佛者而言 看待这型的爱情或婚姻 至少要知道两方面 一学佛者如发愿行菩萨道 虽然彼此远浅 但仍要珍惜把握来善待对方 极好善缘 二学佛者仍要知道事事本来就无常 如梦如幻 四平顺行 四平顺行 家庭基础稳固 所以双方爱情有面包的基础 还算稳固 各方面的需求 也不于匮乏 生活的享受也较常人为高 这或许可归功于其人间福报教组 事业成功 一般来自过去的福报 如果事业属于两人共创 彼此会更加珍惜 二共同理想型 因求学怀有共同理想 自然共组家庭 生活平顺 共同追求理想 在第八时也容易种下共同记忆的种子 如果经过多生都有共同理想 转来学佛 说不定也会有共同的愿呢 有共同理想 可谓夫妻兄弟好朋友等关系 三门当户对行 无论在事业 个性 家事 学历 地位都得双方家族同意 门当户对 所以彼此的感情相当平顺 也不会因差距太多而有冲突 如果门当户对 多能维持某种程度的稳定关系 这种感情多以加入家族的成分 四共同成长型 因背景环境很多相同 如邻居 或青梅竹马 或共同求学 或相同工作环境 彼此有很多相同经验可以分享 也一起度过低潮挫折 一起共同成长 这种关系稳固了彼此的感情 由于共同成长 可以一起面对难关考验 这种力量的延续 今生可以相细 来生或许很容易再来相聚 无门朔之言行经由相亲方式 彼此也能认同 进而共祖家庭 彼此因需要安定 所以感情也相当平顺 某些经由宗教方式而产生的爱情 如基督教 天主教 基本上也可算是这一行 五共修行 一共有愿力行 修行人本身有愿力 彼此相约来世间 可能彼此也有溯源 所以也就相约成为夫妻 虽然是世间夫妻 但也都精进修行 所以生活上也多与宗教有关 无论是佛教 基督教 天主教 道教等任何宗教 共同利益世间 二共有习性行 因为修行的习性方式相类似 或生生世世常在一起修行 彼此多能熟悉 所以今生今世也一起共修 共同学习 一般如果还未修行有成 一方面尚未了生托死 一方面又要了却人间姻缘 以此方式最好 三共有业力行 夫妻虽然共修 但来世间必须承担共同的果报 因为虽然也在修行 在智慧不足时可能犯下某个错误 因此未来是必须共同承担曾犯下错误的果报 面对果报时也不需惊慌 必须两人同心面对 共同解决 即使共同赔上性命 也必须坦然接受 不是学了佛 佛菩萨就必定保平安 如果这样做 佛菩萨也违背了法界因果原则 以上讨论 仅提供参考 世间夫妻千百样 样样不一样 只是学佛 不见得是幸福美满的生活 但至少可以安平了道 不再忧烦 四 知识学佛面对姻缘的态度 了解爱情的本质 夫妻关系的类型 并非消极的认知宿命 就认为只好如此被爱命运过一生 相反的 而是在面对彼此的问题时 积极寻求解决之道 好好互相善待 正争吵吵在所难免 如果能保持理性的态度 有诚意的互相沟通 互相体谅 不要记恨从某种角度而言 因为自己有问题 才会记恨别人 如果自己能学习慈悲 别人都误会讽刺 就可以是做虚妄 就可以不记恨 问题总有解决的时候 就怕主观认定无中生有 无法沟通 不讲道理 也不认错道歉 一味指责对方的不适 问题大概也永远无解 从学佛的观点 修行本是要了生托死 不入轮回 但谁能保证今生修行必定成就呢 如果效法佛菩萨行菩萨道 也必须要有愿 重回世间 进入轮回 以拒世身修行 婚姻问题在所难免其实更正确的说法 拒世修行 是随顺姻缘而不抢求姻缘 如果出家修行 婚姻问题自然可免 最好的情况 夫妻共修 共祖学佛家庭 勒金生之缘 又能共行菩萨道 抛家弃子的修行方式 并不圆满 有些人说要修行就要出家 通常这些人认知不清 不然就是只会要求别人 自己不做的批评着而已 自己不做的批评着而已 万一有恶元素战时该怎么办 是一走了之吗 是拒绝来往吗 我个人的观点 除了消极忍受 也要积极化解 善待对方 勿让各元成为今生的梦魇 两人成了愿偶 更积极的做法 是让对方了解学佛佛的好处 就个人的经验 需要一味对方能认同 又能相信的善知识 才能让对方幸福 凭自己很难说服对方 可以接受学佛人 进一步本身本虽然有些困难 如果姻缘到了也水到渠成 说不定还比自己精进 说不定还比自己精进 两人互相慈悲对方 在菩萨道上互相扶持 在有恩元素战时 这时忍辱的功夫相当重要 如果对方就是不学佛呢 别急 想想当初自己 还不是由不学佛转入学佛的呢 所以这时应以更和善的态度 对待对方 不急着要对方学佛 更不能责骂对方 说对方业障重 骂对方不学佛就是业障重 这种是傲慢的心态 等到对方发觉自己所作所为 既能符合佛教的慈悲心 柔和忍辱时 才会觉得学佛的确很好 能做到慈悲 而不是挂在嘴巴上说说而已 如果对方真的学佛了佛 应保持协助鼓励的心态 而非嘲笑熟弱的心态 不然学佛的心在热 也马上就灵了 万一经过这么多努力 对方仍执迷不从 还是欺负虐待呢 甚至还认为你学佛 就该慈悲我 是后我 我没学佛 所以不必慈悲你 也可欺负你 如果确定 自己已完全尽力做到慈悲 喜舍至少能无怨无悔的付出 溯源已了该还总该还清 然而对方仍认为理所当然 丝毫不改 我个人的角度 是对方无此负报 应该早早离开才是 不许留恋 学佛人是学佛 学慈悲智慧大丈夫 不是学懦弱 但设则则则 行菩萨道 应不舍众生 但不是不舍婚姻 可以协助学佛 但不一定要留恋婚姻 最后祝福所有学佛家庭 夫妻同心 排除障碍 共行菩萨道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